Hello,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今天呢是给我们的小小小朋友带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玩具 它是适合于我们18个月到3岁的一个小朋友 是一个婴幼儿的一个治理玩具 它是一个塑料组成做成的一个玩具 然后它是一个对人体无害的一个塑料 在这个玩具组呢它是一个Zazam Street美国芝麻街玩具组的一个套装 适合于我们的非常小的一个小朋友呢去开发我们自己的一个治理 在这个玩具组当中呢是有非常多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玩具 它是由我们的Haspo这么一个公司生产而成 然后这一期呢是给大家做一个拆箱的一个展示 然后把它拆开来看一下我们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玩具 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可以怎么玩 我现在呢先把它拆开来 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玩具东西呢都是非常的结实 非常的牢固 然后非常的大块儿然后小朋友呢不会就是不小心吞下去或者不小心吃下去 在我们的小玩具部件上呢都贴着非常可爱的美国芝麻街的这个动物玩偶的头像 这有个三角形的 这是Bernie 三角形的Bernie 然后还有我们蓝色的 大家应该不会太陌生 它是我们的蓝色的Cream Monster 是我们的饼干怪兽 上面写的它这个芝麻街 然后这里是有一个这个可以把它拉上去 我们要玩的话呢就是要让我们小朋友小小小小朋友 根据它形状把它放进我们的小小的这个玩具垃圾桶当中 然后把所有的玩偶都放进去了之后呢就已经打打成功了 如果要重新再玩一遍呢就这么一拉拉一下就好了 这样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我们小朋友 重新再开始玩我们这个芝麻街的一个玩具 因为它是比较简单 所以它更加的适合于我们非常小的一个小朋友 通过这个玩具呢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去学习 就是触摸到玩具的这个形状 什么是三角形 什么是圆形 什么是五边形 什么是正方形 还能学习到我们这个小玩具块的这个颜色 蓝色黄色橘红色大红色等等 还会学会让我们小朋友怎么样给它放进去 怎么样给它拉出来等等 这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过程 然后同时呢如果玩久了之后呢 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呢去学习这个玩偶上面的一个名字 比如说蓝色的是叫饼干怪兽 黄色的是叫Bernie 然后红色的是叫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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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来说这是一款非常适合于我们婴幼儿的一款抑制 玩具 也是非常的适合于爸爸妈妈和我们的小朋友呢一起去玩 但是呢对于我们稍微年龄大一点的小朋友呢 是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对于我们小小小小朋友来说呢是一款非常不错的 开发大脑的这么一个和动手能力的一个小玩具 好啦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给你带来这个视频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不要忘了可以订阅我们 或者是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赞 视频下方呢也不要忘了给我们留言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